传载400号作者,风火系中搞经几年随着勇士的崛起,整个联盟也开始围绕着这只准王抄球队来转,首先是杜兰特的总冠军,将新加盟为已经73胜的勇士。 而欧文在16到17赛季帮助歧视夺冠王后,果断加盟绿军,确定了自己球队老大的位置,而詹姆斯在苦苦支撑了一年后,果断加盟了胡人,寻求新的希望,伦纳德为了自己的利益被交易到了猛龙,尤其是德罗兰的遭遇,让人们明白,这个元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忠诚度可言,除非你遇到了小牛老板。 否则,在这个商业联盟盘忠诚,只会落合的罗赞一样的下场而已,虽说个人忠诚度无关个人能力,可今前美媒还是以球员的忠诚和技术,给出了一份排名。 在这张图片里,数周代表的是个人能力,技术的强弱,越在上面的,代表个人技术越强,而横周代表的是个人忠诚度,位置越是往右,则忠诚度越高。 从上图也可以看出,忠诚度最高的是在灰熊效率超过十年的康复,接着是胡人的科比,骑士德乐福,而忠诚度最低则是钱瓜,杜兰特,伦纳德,个人技术最高的是詹姆斯,科比,杜兰特,最低的是安东尼,尼克扬,小乔达。 这份榜单存在着什么问题呢?首先是詹姆斯德个人技术不可能超过科比和杜兰特,然后就是安东尼的问题了,他成为了技术和忠诚度最低的球员,钱瓜个人忠诚度最低是可,也理解的。 毕竟他生涯为了大合同,甘愿留在纽约混日子,对球队根本就没有归属感,肯留在那对根本,就是为了心经和曝光度,可把他排在了技术的最末尾是什么鬼? 这也是钱瓜被美眉黑的最惨的一次,被誉为进攻万花筒,得他竟然在技术上比拼不过小乔达这样的操喊,为何会如此? 看看上赛记得吵着要去胡人的乔治,忠诚度可是排在前列的,被交易离开的钱瓜反成了无忠诚的球员,想必这是乔治留任雷霆加分了吧,可钱瓜也没想要走啊,都是雷霆管理层送走他的,从纽约到俄克拉玛,让钱瓜从天堂到了地狱,不仅没有曝光度,还因为数据大幅度下滑,丢失了大合同,说到底,还是谁夺的总值? 总冠军极度的真理,大家觉得呢?